皇上最近和我的关系已大不如前 皇后又虎视眈眈 这些年远交进宫 四处奔走 我真的感觉有点累了 二哥 反正你已经交出率印 你也不用再理会外面的风风雨雨了 倒也乐得清净 所以二哥在想 不如趁这个机会退下来 连这个禁王也不用当了 二哥 我看你还是放不下玉染 放不下也得放下 她已经随今去了南唐 也就是说 她已经选择了 二哥 你不知道了 玉染随君其实全是皇后的旨意 他俩事先谁也不知情 再说 这次玉染从南唐回来 一如既往 并没有册封为妃 这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一直都以礼相待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难道我是当局者迷 论权势 你是比不上皇上 论专情 你可是胜过皇上 你为什么不去问个明白呢 其实要问的 我早已问过 那就不问 你直接去说 说你喜欢他 一直说到他喜欢你为止 二哥 在终身大事面前 你怎么这样退缩呢 我们幸云的 从来都不轻易言败 从来都不会不战而退的 总顾右派 两情切义 也不有众虚心假义 心生不一 这可是剑者的大计 你今天怎么了 心生不宁的 要是真的比起剑来 你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娘娘恕罪 您刚才舞的是什么剑法 其实和你的大同小异 我的名叫孤方自赏剑 其实是明月的心里话 什么心里话 没什么 所以一堆气的剑法而已 郎情切义 怪不得你会心生不宁了 娘娘 侯爷 那我先回去了 羽然也告退了 羽然 王爷放开我 我想告诉你 我已经把帅印交给皇上了 跟羽然又有什么关系 只要你点头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退隐江湖 你肯为我放弃一切 一切 王爷太过意气用事了 我想得很清楚 我并没有一切用事 你可以一走了之 那么云妃娘娘和徐杰瑜怎么办 她们还在宫中 谁来保护她们 我跟三妹谈了很久 三妹已经答应了 她愿意成全我们俩 就算她们成全 但云家一族又怎么办 一直以来 就有人对云家无视单单 如果你一走 就等于遮阴大树一档 云家必定厄运难逃 超破家墨 你怎么可以为了自己 治整个云家不顾呢 你脑子 老师 立正 姑娘 你有什么心事吗 说出来 即兴好跟你一起分担 楼主才命令我去杀云石 云石就说要跟我远走告飞 隐退江湖 原来是这事啊 那好办啊 首先 姑娘要复国 所以 你绝对不可能跟云石隐退江湖 其次 楼主命你杀云石 这是命令 姑娘你不得违抗 你说得倒是头头是道 可是执行的人是我 人非草木 我怎能如此无情 看来 姑娘你非但做不到无情 连忘情都做不到 我只是怀疑 这一次 会不会又和上次一样 又是楼主在考验我 绝对不可能 楼主和云石有着血海深仇 你说什么 他们有血海深仇 季兴 你还知道些什么 赶快告诉我 姑娘 恕记心口快 这是楼主的秘密 记心不能再说下去了 你不要多问 奉命行事就是了 大量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